这专广告一经打出 我迎来了第一批客户 我男人觉得价格贵 却奈不住那女人的软磨硬袍 而接到订单的我准备动工 几位大哥 现在这个做墙面的 我懒了个活 想找几位大哥帮我看看 马家三位哥哥一天一个人四块钱 其他人一天两块五 你们觉得行不行 李盈川的话刚说完 底下人瞬间炸了锅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事业单位一个月也不过二三十块钱 马家三兄弟一天四块的薪酬 一个月就超过了一百块 这可是领导才有的薪酬 盈川兄弟 我们三兄弟没问题 我们也没问题 跟你干了 看到大家斗志昂扬 李盈川很是满意 这群汉子不缺力气 缺的是挣钱的舞台 几位大哥心别激动 我的话还没说完 往后没干完一个房子 每个瓦工加两块钱 其他人再加一块 钱不是太多 全当图个彩头 盈川兄弟 以后哥跟你干了 盈川兄弟 以后你让我上东我绝不上西 你让我打狗我绝不碾击 都听你的吩咐做事 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到前头 你们出去干活 都得干得像我家这个房子一样 要是没干好 砸了我的招牌 最后不但没钱 我还会倒扣钱 盈川兄弟放心吧 干不好我们赔 隔天一早 马家三兄弟就带人杀过去 仅用一早便完工了 我特别重视第一个订单 亲自到现场验收 对工人干的活特别满意 而王秀和王春林两口子 也是连连称赞 我则动了心思 王秀同志 能拍张你在新婚房前的结婚照吗 我想放在生生照相馆里宣传 这可是出风头的大好机会 我的婚纱配上漂亮婚房 能让全黑水线的女人羡慕 行 没问题 这个价钱方面 多少费用 我们给 不不不 怎么能让你倒贴 你同意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刚才是想说费用给你全免 谢谢你李师傅 给我露脸的机会竟然不收钱 你真是个好人 我都听得不好意思了 之后随着模特广告打出 迅速在黑水线准新娘圈 引发了一场装修风波 老公 我也要把新房子的外墙面贴上瓷砖 没问题 媳妇 全听你的 男青年基本都是含着泪回答 可我的生意就好了 在王秀广告打出的当天 便来了三个客户 只是他们都催得紧 相互间离得又远 于是马家老大给我支招 银川 我们三兄弟一人带一队 明天就去给他们干了 一人带一队干活 没问题吗 小公够吗 我们兄弟做细活 粗点的活让小公做 至于小公的问题 咱们村最不缺的救世人 今晚一定备齐 行 一个小公两块五 还是那句话 质量必须有保障 当天夜里二十一元聚在我面前 我做了简单训话 第二天三个工程队出去干五 竟挣了八百多 我在家门口给他们当场发工钱 咱们用的是工资加奖金的模式 念叨名字的上来拿钱 马振国六块 马宝国六块 王老六三块五 我话一出 惊呆了围观的父老乡亲 土工能拿三块五 每月就能赚一百多 都能顶上城里两月工资了 他们今晚做梦都能笑醒 这种好事不可能天天有 有什么可显摆的 搞得像是发奖大会一样 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怎么说话呢 我家老七可是挣了三块五 不像某些人一分钱都挣不到 只会在那喷粪 气死你 我无视不满的声音 决定给工人吃定新丸 便丢出重磅炸弹 我宣布个好消息 今天又有五家 要求给他们外墙贴磁砖 大伙明天咱们继续干 一个队伍光干一家不行 银川 我们一定努力干 我会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 明天就看我表现吧 还有以后多劳多得 你们每看完一个房子 马家三兄弟能得六块 其他人能得三块五 这个小兔崽子怎么这么能嘚瑟 一回卖闷子挣钱 一回盖大房子 这次竟然还给别人贴磁砖挣钱 要是不分家 这些钱都是我的 算了 眼不见心不烦 等众人散去 我回家数了好几遍净利润 一共四十五张大团结 可把我妈惊得不行 儿子 今天一天你就挣了四百五十块 这钱不犯法吧 妈 肯定是合法收入 以后会越来越多 给您今晚整着睡 整着睡多埋态 我抱着睡吧 我妈把钱接过去 结果整晚都能听到她房间传出笑声 估计是一宿没睡着 之后我生意越来越好 到了我成立工程队的第十天 订单数已激增到十三单 由于上次买的瓷砖见底 只能再次去瓷砖厂 却听到马厂长暴躁的声音 老王 你们销手科能不能多出去跑跑 别成天就知道跟老婆娘吹牛 厂长 我们真的努力在外面跑了 但公家不盖房子 我们的瓷砖卖给谁啊 老王 你什么态度 天天催 一个月找我训话十八回 老子就这态度 你要是不满意老子不干了 以后爱谁干谁干 我想好说辞 走过去刚跟马厂长搭话 马厂长 其实不见脾气咋还那么暴 这不是王菊的朋友吗 他来做什么 难不成嫌上次买去的瓷砖款式老旧 要来退货 可不能让他退货 否则厂里真接不开锅了 是你啊 来找我什么事 对了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瓷砖一旦售出 无质量问题不退不换 马厂长 你在说什么 我今天不是来退瓷砖的 我今天是来买瓷砖的 我没听错吧 你还要买瓷砖 我是来买瓷砖的 玉石砖先来十万块 马赛克砖五万块 咱按上次合同来 玉石砖两分五 马赛克砖三分 就是四千块钱 你买这么多砖用来干什么 当然是用在房子上 不然还能干嘛 也是也是 你准备怎么结算 当然是现金 我都给背过来了 李兄弟快请坐 我去给你泡壁茶 不用麻烦了 我说下条件 第一 按上个合同的价 把合作时间厚延一年 第二 我每次来卖瓷 你得多送我一程 小伙子不愧是做生意的料 刚才的话他肯定听到了 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散了 有得赚就行 不然瓷砖偿废了 我也不再是厂长 送瓷砖是不允许的 不过李兄弟是大客户 我来想办法 我跟马厂长办好手续后 就回了村里 却被热情的乡亲们给堵住 殷川 你们瓷砖工程队还要人不 我以前干过瓦匠 我特别能吃苦 带我一个行不行 殷川 你笑死后还吃过恶底奈 让你二哥给你照店活干行不 好了好了 大家听我说 外乡贴瓷砖暂时不需要人 有活一定会通知大家 乡亲们都让一让 我尽量把人打发走 而我妈却表示无奈 川儿 最近乡亲们总给咱家送东西 也就是我坚持着没药 不然咱家鸡笼里的鸡都放不下了 正常 这就是人性 接下来的日子 贴瓷砖工程队越干越红乎 我在村里地位迅速拔高 使得我妈不管走到哪都受欢迎 而我也愈发卖力发展事业 只是时常推板车往返现成太累 便打算买头牛拉车 于是我带上大虎和二宝去了牛家村 却看到仇人王富贵 这梦牛六岁半都站不起来了 往后不能生牛肚 也无法更甜 我买去也是当肉牛 不值八百块 他三百夜太熟了 我这牛本来是好好的 就是生牛肚后不知道怎么的就站不起来 也许过两天就能站起来了 呵呵 不是我说你 等你将来老了 哪天要是站不起来 总不能过两年就站起来了 眼见卖牛的人要同意 王富贵露出奸诈笑容 我则上去插了一脚 小牛 牛皮 老干 你这牛不错啊 这小子是从哪钻出来的 上次打我的事还没准他算账 他又想干嘛 大兄弟豪言烈 要不是儿子结婚等着用钱 我是真的不少卖 要不你卖给我吧 银缠 富贵书最近没得罪你吧 我跟这个老哥都谈完了 你横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 富贵书 他要是真站不起来 我不可能买 但我觉得他还能站起来 扯淡 牛就趴在那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牛也站不起来 他要是能站起来呢 你别在那吹牛皮了 要是你能让他站起来 我跪地下给你磕三个箱头 那玩意没用 刚才听到这牛三百块要成交 我五百块买了 要是我让他站起来 富贵书帮我出三百块 他就五百块卖了 你们的事我不惨谎 卖牛的人乐屁了 王富贵则是脸色凝重 可他始终觉得牛站不起来 也想趁机坑我一顶 行书陪你玩把大的 要是你不能让他站起来 你花钱买牛 那牛得归我 而且你要给我磕三个箱头 你怎么总跟箱头过不去 就这么定了 还请在场的人做个见证 你们在这等我一会 我去弄点药 肯定能让他站起来 你说个时间 总不能让我们一直等着 我两个小时就能让他站起来 先擦亮眼睛等着见证奇迹吧